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賽馬全方位的YouTube Channel 這段影片會說是10月1日的中秋賽馬日 我會先說我的全日馬膽和冷門精選 然後再說這次會給兩條的過關 事不宜遲就馬上說 首先是全日馬膽 選了第六場賽事的五班千二米 我就要了1號的太陽戰馬作為我的全日馬膽 這隻馬今次就由4班到5班 以往這隻都是4-5班升降機 4班有點問水 但落到5班通常都交出好表現 不過這隻馬到現在我未贏 二十多場 所以我覺得贏的機會比較低 但跑2-3名他經常都做到 而且他落到5班一例就會高一點 而落到5班 二例其實他用一個主動型的跑法 他放在前面走而已 放在前面走通常就是賺到形勢 尤其是5班馬 因為對手弱 那你放在前面 通常後面的馬很難追到你 都不太會追 後面後面的馬 所以又有一個4班的賽則根據 而落到5班其實是超級的 又可以放在前面走就賺到兩邊的形勢 再加上其實這隻馬今次我覺得狀態挺好的 那我給兩課神粗的拍跳 你就知道 這隻馬其實真的蠻好的狀態 我們先看看 這一課就是拍船里多彩的拍跳 我們可以先看看 那看到裡面的太陽戰馬 沒有戴眼罩的 但這隻馬他見到觸實都搶著他 所以這隻馬這裡也領先船里多彩 所以我覺得這課拍跳其實是拍得好的 尤其是沒有眼罩都可以拍到這麼起勁 那另外一課拍跳就不是這一段 應該就是拍鑽里 我們可以看看 這一課就是拍鑽里外面的那隻 那你見到也是沒有戴眼罩的 但你見到前彩安短鏡 那隻馬很漂亮 除了要去拍人 是高巴馬鑽里的 所以兩課的拍跳都可以拍人 高過他的分高的馬 我覺得狀態真的好 我覺得狀態真的好 所以這次呢 我覺得狀態好 下到五班賺鑽里 還有今場賽事 也是可以放到頭的 應該因為走的馬不多 你看到整個排位表 那慢步速 看看能不能賺到形勢 放到頭 那就最好的 那有時候放快小 沒所謂的 最緊要一隻馬 走得順便可以 所以這一場 我就要了他做我的全日馬膽 歸勒多一次 跑法主動的馬 下到五班狀態有fit 那就要了他做全日馬膽 那另外一隻呢 就選到去第四場 就是懶精選 懶門的精選 懶門的精選 在第四場的四班千二 要了五號的鷹之友 那這隻馬呢 都是一些放頭馬 那我覺得又是 我拼他B欄呢 都是放頭著數 還有這一組 看排位表 又是沒有馬走的場合 那就是看他 這些又真的要賺慢步速 因為他呢 就不同太陽戰馬 他又更加均速的 那還有越慢步速 對他越有利 那所以呢 那這些馬呢 今場我拼他 放到頭三檔 貼到條欄放 那就賺到一個慢步速 之餘 也都呢 周進樂有磅 所以其實形勢是幾好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 這些馬狀態 就一般般的 那純粹是 我覺得這些馬 一定是有些賠率先 那也是有個好檔 還有有十磅仔 減磅 那照計放在前面走 應該都很難追的 可能有一隻半隻 金牌 比如說戰鬥英雄或者 一齊順利 可能會追過他 那但是這些馬呢 因為有賠率 還有跑法主動 往往就是有利益 在這一點 走掉了你就難追了 那未必贏 但是跑那些二三名都很容易 就不太難的 尤其是這隻馬 其實呢 其實呢 其實是昔日的路程專家 你看看他的賽職 那他就 其實他就前季用很多的了 那 贏了兩場 尤其是升過三班 再贏佩蘇少輝那些 都捏到盡了 那上季長期處於一個減分期 70分 70分 減到現在剩下50分 那所以評分有利 那 狀態一般 但是 他 偷偷埋埋老馬 就是搏一局 今次是季裸初出 做夠窄 做夠試跑 有新鮮感 就是搏他放頭走 賺形勢的 那這隻冷門呢 是可以做3T頭關的其中一隻冷腳的 而另外一隻冷精選呢 我選了第九場的三班千數二米 那這一場我就選了12號的加州領域 作為我的冷精選 那 首先我覺得這隻深馬有進步的 上季給我的感覺就是軍速馬 很大隻 但是只有男子 但是今季跑那一場的熱身賽 我覺得是跑得不錯 就是那一場跑馬的千二米 我們看看他怎麼跑 那這一場就是最速的那一隻 千二米 其實他千二一定是嚴短的 上季給我的感覺都是軍速馬 但是今季會追一下馬 那幾乎入到直路最速的那一隻 加州領域 創明少騎我姜誠 其實這裡很順利 騎到很順利 去到200才開始打下去 打下去 今季給我的表現是好很多 觀感都好很多 一邊追下去 有點耐閃修正 回來跑第五米 跑得不錯 所以我覺得呢 在今季的表現是進步了 那麼大隻計馬呢 最好有熱身 已經有熱身了 今次真情跑到千四 照計就適合了 路程合適 而來有熱身 第三 這隻馬進步 所以今場呢 如果放到在前面走的馬 的話呢 這隻馬 可能不單是軍速艦 還懂得增速呢 那就更加好 所以我覺得 這麼大隻計馬 如果放到前面走的馬 鎖馬的形勢呢 很難追到它 因為它大步 步步艦 他艦一步 他艦一步 你艦步換 才等於他艦一步 這麼大隻計馬 所以我覺得 這一隻的冷門 今季有進步的 可以薄的冷門來的 好 那之後要講的呢 就是 兩條過關 很快這樣講 因為時間關係 第一條呢 就是 獨贏的二川山 那這次我就選了兩隻馬 首先第一隻呢 就是 頭場賽事的 四班千二 青身動力 那我給大家看一看 那我給大家看一看 對手很少的 只有九隻馬跑 贏過這個路程的馬 只有一隻 就是青身動力 所以我現在會選他 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底則夠 那總是 狀態是很一般的 這隻馬 我看他最後拍跳 拍那隻中距離馬 我忘記了是哪一隻 都是一般的 我記得 拍那隻叫木星光 都是不起勁的 但我今場就是 他那些什麼呢 質素 和底子 和經驗 這一個路程 他贏了1200 所以沙田他習慣跑熟 狀態是一般 但是 賽則以往證明多 而這一組的深馬 其實 一般的 例如4-5-6 這三隻 所以他一來 有5-6一隊 揹一下飛 他可能會更加懶 更加直 所以你說 就算狀態未足 我也要選他 就是這樣 因為他有一個賠率 而且底子的確是厚的 以往上季 贏是贏4班 1200 贏得 之前是贏1400 所以這隻馬 是厲害的 我覺得 近將跑得差 一定有原因 比如說 有時候排在外擋 有時候 就是被 見習慎跑的 因為不是見習慎跑的 你見他 以往跑得好 利 敬國 或者史卓鋒 都夾過跑得好 所以 還有蘇少輝 那些 都是一些大師傅才可以 的馬 可能他都 要一些大師傅 散得動 所以這次 一來排在好檔 二來換史卓鋒 也是有熱身的馬 他自己的狀態和能力 是見了頂 和戰鬥力下降 因為他年紀大了 但是 我覺得這次是一個黃金機會 去搏這隻馬 因為對手真的很弱 而他本身的底子夠 我只是搏這一點 所以這隻馬應該會有些賠率 那獨贏二穿三 我會搏一搏這隻馬 而這條過關 另外一隻的獨贏 我會搏 就是第二關的第四場 四班遷移 就要了三號的一切順利 這隻馬 蔡若漢心馬 我覺得 他試閘 他是做夠東西的 試了四貨閘才出來跑 而今季 他是試了三貨閘 所以我覺得 這隻馬 其實你會見到 他做足以來的 還有我經常都說 蔡若漢的馬 或者之前我忘記了 我有沒有說過 不要緊的 蔡若漢的馬 其實新馬 他很少用配備 他不是太喜歡用配備 如果那些新馬 他是本身自己走規正常 情緒OK 而成熟程度夠 來得快 他很少用配備 反而有些馬 譬如說 頭場那隻粉絲狂歡 他需要用到配備 是不得已的情況 譬如這隻馬 一定是有些問題 要用配備教他 如果不是正正路路 他很少用配備 不用配備的新馬 會好些 如果你說這個馬房 這個是我自己的看法 那這隻馬 就沒有用配備 這次出賽都沒有帶 所以我會覺得 他可能對這隻馬 成熟程度 神操走規的表現 都是滿意 才不用 不用是好的 以往蔡若漢 那些一季幾節的新馬 來得化的 又不用配備 而這隻馬 也是沒有用的 還有一件事 四歲馬 什麼都熟 所以我覺得 真的成熟成度夠 那試集 亦都曾經跟那些年長馬 一起試 試得好 他試得好的 這集是有水準的 而不是一些 八百米 或者是一些 跟一些新馬試的 你譬如說這一課 他第一組的試集 來地 是今季的第二課集 他跟皇帝賽 高班的標準後王 高有之星 他是試得好輕鬆 按住沿途第四位回來 就是這樣的 還有一件事 這隻馬的殺著 就是他夠大隻 夠大部 那所以呢 如果你看回這隻馬 他是1200磅的大馬 1200磅的大馬 都是那句 他撼一步 你們那些馬 小小隻就撼部半 才等於他撼一步 撼都撼贏你啦 那所以試集很輕鬆 那隻馬 有大健口 有台型 跑端途最正啦 那所以這一隻 試狗集來跑 我會要的 那作為我獨贏的第二關 那另外 那最後呢 就是給大家一個位置Q過關 去做個參考的 那就是頭關 這一場 第四場 四班千二 要了三 一切順利 和五 英之友 剛才已經說了 那而第二關呢 就數到第八場的賽事 那就是四班千四 要一 心頭號 和十 沒力長勝 那而第三關呢 就是 第九場 四 和十二 那第九場四十二 我昨天說了 那所以我會把重點 放在第八場這兩隻馬 我講一講 那首先說的是一號的心頭號 這隻上季已經贏千二了 那質素一定有 那時候我都覺得他一般的 神操跳 但是已經贏到 所以我覺得質素一定有 還有他今季跑那一場千四 一出跑千四 就要真情 其實對氣量考驗是大的 但是那一場就要放頭跑 都可以跑第二名 輸給的是上季已經有 路程證明的凌駕 所以我覺得是厲害的 這隻馬 那今季來講 有個熱身 再跑千四 信心更加大 還有這隻新馬 我喜歡一件事 他很成熟 這隻馬 而且他的情緒很穩定 不像其他 有一些新馬 是會很容易搶口 或者很暖龍的神操 我們看課 試跑就知道了 那我現在播一條片 就是他最後的最後試跑 落草地的 那這一課就是9月28號的草地試跑 你看到這隻馬 落草地都不會很暖龍的 走得很輕鬆 潘頓試一課的26秒 很慢的時間 走得很輕盈又輕鬆 不會說有搶口 落草地瘋的 有些新馬 所以我覺得情緒上面 和走規是很成熟的 那這次呢 跑千四 已經成功了 應該就照計 因為 尤其是已經有場熱身 開了氣的話 爺面高的 跑法又靈活這隻馬 那就要了先的 心頭好 另外呢 就是十勒 沒力長勝 這隻馬又是真情 不過他真情是一定合適的 因為呢 上季贏的那一場千二 我都有份選擇 他需要更長的沖程 你看他呢 我播一條片給大家看 就知道 因為他要500米 開始推出去 要打邊 要發力 所以他千二一定嚴短 增程上千四是好的 那我們看一看他上次怎樣贏 那這一場就是他上季贏的那一場 四班千二 中間藍眼罩那一隻 OK 首位第八位應該是 保羅城傳入面那一隻 藍眼罩那一隻 我們看看 有否見到這裡 中間那一隻 二出是三疊 五百米 剛剛過六百米 那一位 現在要移出去騎 那所以這隻馬呢 其實 你看這裡要打邊 根本是一隻 沖程需要很長的馬 真情上千四是對的 而且你看到他呢 這裡打下去 他是分段加速的 他不是說一下過的 首飾大勝 其實首飾大勝有什麼厲害 不厲害的馬 但他不是一下過他 分段加速 慢慢慢慢 越打越有過他 所以他千二 他不是千二喘勁的 爆發力不強 千四是最好的 那所以這次呢 跑千四就正了 真情一定合適 那所以 不過有一件事不好 跑法沒有那麼靈活 一定留在後面的了 那所以在這場 慢步速的情況下 他會蝕底 不過 勝在就是 能力 還未見頂 應該呢 就可以搏他的質素 踏狗 那所以這一場呢 就一同十 一就搏他 放頭或者金錢 守號位 十就看他後面 追上來追過Pay 就是這樣啦 好吧 這段片講到有點長 不過不要緊 給了些貼士大家 那最後 show一張相片給大家看 歸納我今次的心水 那今次呢 就是會位置Q過關啦 和毒贏啦 那還有呢 就是馬蛋 那滿 給大家了 那今次就說到這裡先啦 下次的賽日分析 再和大家聊過 最後呢 就祝大家 就中秋節快樂啦 好 拜拜